虽然,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史前巨型建筑,比如金字塔,戈贝利克石镇等,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巨型建筑对当时的文明来说太过科幻,认为大代律是外星文明留下的成果。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应该毫无疑问,是古代一种先进文明的产物,至于是不是人类建造的,大家就各吃几件了,那就是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古城,历史书上缺失的一个先进的古代文明。 这个巨大的建筑群,有着巨大的巨石,只能用巨这个字形容啊,因为有些石头重大一千多吨,任何想通过传统考古学来解释,它都有点牵强。 巴勒贝克位于黎巴嫩东北部,距离贝鲁特约60英里,是一个有点难以到达的地方。 这座宏伟的建筑坐落在肥沃的贝卡古地一座神圣的山丘上,海拔三千英尺。 早在罗马人征服该地区并建造了巨大的朱碧特神庙之前,甚至在斐尼基人建造一座献给巴厘神的神庙之前,巴勒贝克就已经早早处理在这里了。 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这样宏伟的建筑的。 我感觉有点像现在的我们看到我前面讲的那些太空巨构的情节。 主流的说法是说这都归功于罗马人的聪明才智。 作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寺庙之一,朱碧特神庙已经是罗马建筑力量和影响力的建筑。 在这些罗马建筑之下,其实还有一系列巨大的巨石被称为三联石,他们构成了寺庙建筑群一部分的基础。 这些三联石每块长超过19米,高4.2米,厚3.6米,重约900公吨,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移动,提升和堆叠的最大石头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它到底有波大,我们来打个比方。 这些石头大约是巨石镇石头的36倍,极萨大金字塔最大石头的10倍左右。 尽管这些石头在我们想象中已经非常巨大了, 它们居然还是从一个半英里外的彩石场运来的,然后抬高到9米的高度, 放在那些具有400吨重相对较小的石块上面,只能用金碳来形容这一系列的成果。 然后这些巨石成了巴勒贝克建筑群的一部分,后来才把朱毕特神庙建在此之上。 你们看的这些石头切割和对齐的精确度,可以看出它们几乎无缝地连接在一起, 之间的缝隙之窄,甚至一张纸都塞不进去。 与典型的罗马建筑不同,罗马建筑注重可见结构的宏伟和美观, 而塞联石作为地基的存在,可以说暗无天日,基本没有重建阳光的可能。 我就好奇,当时设计这个的设计师是人类吗? 或者他们很清楚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通过之后的一系列发展来看,这种想法的可能性很大。 它们被埋在基础中,隐藏在视线之外, 似乎主要为了上层结构目的而布置的。 首先我们不谈他们是如何搬运这些石头的。 我的一个问题是,如此费心劳力地大老远搬过来, 就是为了把它们埋起来。 我知道地基很重要,但你做这么宏伟干啥, 难道真如有人说的施宝称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项宏伟的工程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的历史记录。 难道当时的史学家们都在逛街不少? 可问题是,罗马人偏偏严谨的记录而闻名, 他们几乎记录了所有他们的主要建筑项目。 而朱毕特神庙的建筑记录中并没有关于这些三连石的话题, 就好像它并不存在一样。 如此聪明的罗马人是没有逻辑做这样的事情的。 那么,留给我们的猜测,其实就很有限了。 此外,巴勒贝克的建筑工艺明显与朱毕特神庙不同, 从底部精细制作的巨石到上层相对粗糙的石头工艺。 我们能得出两个很明确的信息。 第一,它们肯定不是同时代的产物, 没道理前面做得好,后面做得差。 据于说技术断层,这几乎没什么可能性。 从第一条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第二条, 罗马之前的文明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 而且,据历史学家称, 罗马当时最大的起重机只能提起60公吨的重量。 此外,罗马人基本会在石头上钻出路易斯孔, 方便用起重机抬起它们。 而三连石似乎没有任何的路易斯孔。 如果没有已知的罗马工程技术, 可以解释这些石头是如何移动或如此精确的定位的, 那么,到底是谁建造了巴勒贝克的敌机呢? 三连石表面封杀的侵蚀表明它们经历过时间的魔力。 而这在罗马建筑中是没有的, 表明它们很可能比罗马人早了几千年。 比如著名的考古历史学家葛瑞姆·汉卡克 就认为三连石大约有12000年的历史, 比罗马建筑早了大约1万年。 这并不是简单的猜测, 因为该遗址的考古迹象表明, 早在9000年以前就有人类长期居住在此。 这意味着,无论真正的建造者是谁, 我们完全没有关于这个文明的信息。 而三连石只是一个开始, 在朱毕特神庙这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巨石作品, 这个巨大的石块总约800吨, 人类在它面前就像只大典的蚂蚁, 紧挨着它的是南巨石墙, 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平面石块。 它们之间契合得如此完美, 完全不像是一项建筑工程。 有些配件的角度, 使巨石墙更加让人惊叹和难以忘怀。 这显然是一个远比罗马人, 希腊人或菲尼基人更高级的文明的作品。 即使是一个小孩子, 也能看到其中的差距。 卓越的巨石基础和顶部劣质的罗马作品之间的明显区别。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巨石块的表面, 还可以看到这些奇怪的平行划痕。 可以在建筑群的不同部分, 以及各种巨石块上看到它们, 也可以在三连式本身上看到它们。 这些划痕长约三米, 并且完全平行。 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是用原始工具制作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坟迹看起来更像是某种机器的坟迹? 如果你对考古感兴趣的话, 看到这个痕迹, 一定觉得有些眼熟。 就跟中国羊山采石场巨型石块上的工具痕迹完全相同。 同样, 在约旦的古城佩特拉, 人们也发现了与羊山石块上非常相似的工具痕迹。 而佩特拉的史前部分, 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纳巴泰王国定居这座城市之前数千年创造的。 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痕迹与现代采光设备所产生的条纹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难道古代工具水平已经能与现代技术相媲美了吗? 这是否意味着建造所有这些巨大巨石遗址的史前文明, 又有某种类似于我们现代机器和重型设备的先进技术呢? 但问题是, 这样的设备能源如何解决呢? 而能源与化学息息相关, 我们又知道物理是基础, 化学是应用。 就算是未来人穿越到那个时代帮他们解决的技术问题, 可问题是, 机器你怎么造? 不可能是用手搓出来的吧? 一个名为LAD独立实验室, 替代了俄罗斯科学研究中心, 详细研究了巴勒贝克巨石建筑群, 并发现了结构各个部分许多微小的机器痕迹。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访问他们的网站, 亲自刹案。 他们展示了巴勒贝克南部巨石墙的非凡精度, 并拍摄了石块完美契合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石块边缘附近的痕迹更加不寻常。 他们看起来如此精确微小, 很难想象这是用远古时代那些粗糙的工具制作出来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边缘北深。 我们放大边缘, 可以看到一条微小的线沿着快体相接的表面和斜面的边界延伸。 这条线的厚度不到三分之一毫米,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具或机器制作了这条线。 你要我相信这是用原始工具弄出来的, 你不如直接说是外星文明的成本。 我可能更相信后面的观点。 而在快体的边缘, 有一个由多个阶段组成的倒角, 并且倒角的形状在两个块体上是相同的。 这些小平面的精度之高, 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些珠宝工艺品, 有些区域甚至还抛过光。 你再看看这个缺口, 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质量和精度, 经过专业测量该缺口精确毫米级别。 没错,是毫米,不是厘米。 你再抬头看看这堵巨石墙, 你很难不怀疑你自己看到的现实。 看看这由800吨重的石块组成的巨型巨石墙。 从这些石块表面壁暗的情况来看, 很明显它们比罗马建筑古老的波。 我们再次看到快体之间配合的进步。 事实上,在某些地方, 你都看不出有接缝的痕迹。 这堵墙的深度未知, 因为数千年前,地面的高度要低得多。 看到这,你是否很想知道, 建造者是如何将这些重达800吨的石块运输, 提升和堆叠到如此高的位置的呢? 不仅你想,我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群神仙如此厉害。 在整个巴勒贝克建筑群中, 至少有40块这样的石头, 每块重约800到1000吨不等。 或许还有许多, 但考古挖掘迄今为止, 还没有挖掘出建筑群的所有部分。 紧挨着朱毕特神庙的, 是巴克科斯神庙。 我们再次看到, 在巨大的石块基础上, 重达800吨的石头,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甚至刀片都无法塞进缝隙之间, 无论是平的还是垂直。 如果不在结构的正前方, 甚至都发现不了这些配件结构。 而这并不是巴勒贝克唯一的实前遗迹。 如果你参观巴勒贝克的寺庙,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柱子, 尤其是那些装饰朱毕特神庙的柱子, 他们称得上历史上建造的最大石柱。 不过, 这些柱子可不是史前文明留下的, 而是罗马人的作品。 这些巨大的柱子, 高20米, 是用附近的石灰石建造的。 它们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建造的, 而是分段建造的, 成为古。 每个古都经过精心雕刻和组装, 形成一个无缝的柱子。 虽然每个古的确切重量, 可以根据具体尺寸而变化, 估计单个古重约60公吨, 这大概也是罗马人用其重机所能提升的最大限度了。 罗马人用来提升和连接古到柱子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是一种叫Employion的孔, 这些孔钻入每个古段中心。 这些孔不仅用于对齐, 而且还为提升装置, 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连接点。 罗马人经常使用Louis铁, 这是一种专为Louis孔设计的特殊金属架。 在古的情况下, Employion孔可作为这些提升架的固定点, 然后将这些提升架连接到起重机上, 就能将石头举到空中。 柱子建造的整个过程, 罗马人都详细地记录下来, 代表了罗马精湛的工程技术。 但罗马柱不是巴勒贝克唯一的柱子, 工人们还发现了一大片更古老的柱子, 不过其中大部分都被毁坏了。 这些柱子再次把考古学家们金柱了, 他们还没完全从三联石中恢复过来呢。 原因是, 与罗马柱不同, 它们不是由附近的石灰石制成的, 而是由玫瑰花钢研制成的, 这是一种更加坚硬的材料。 此外, 它们每根都是一个整体结构, 工艺跟罗马柱完全不一样。 而且, 这200根玫瑰花钢研柱, 还是从埃及阿斯旺开采的, 两地相距了700多英里。 吉萨大金自塔国墓室中的玫瑰花钢研块, 也是从这里开采的。 从阿斯旺把每块重达80吨的石头, 运送到500多英里的吉萨, 已经让人们无法相信这个现实了, 这里竟然来了一个更加科幻的事实。 你就说吧, 你到底相信哪个? 有人说, 这些柱子不是通过尼罗河玉书的, 难道你让我相信, 这些柱子是在平均海拔2500米的 黎巴嫩山脉间移动的? 好吧, 其实我已经麻木了, 脑袋积累了太多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无法得到解决, 反正势子多了不痒,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让你大脑都开始短步的部分。 没错, 前面我们讲的还算不是特别腻天的级别, 接下来你得注意好自己的小心脏了, 我们知道花岗岩是地球上最坚硬的材料之一, 并且只有一种方法来切割它, 你是知道的, 就是用比它还硬的钻石, 而直到19世纪后期, 此类工具才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 此外, 这些柱子还经过细心打磨, 表面非常光滑, 完全圆润, 曲面和平面之间的过渡非常精确, 这已经让我们自动忽略, 这是手工工艺品吗? 即使是最熟练的雕塑家, 也可能会犯小小的失误, 导致某些地方凹陷或凸起, 但在经过数千年后, 这些柱子竟然没有可见的瑕疵, 这些碎片的边缘仍然锋利, 它们散落在建筑群的周围, 述说这某个灾难性的场景, 你的脑袋里是不是冒出这样一个问题? 那时候什么力量能粉碎花荡盐? 如果我们检查石块废墟, 会发现其中许多都有奇怪的图案, 和看起来像现代机器痕迹的东西, 这是用原始工具做的吗? 作家和研究员布里恩·福斯特 多次访问该遗址, 以检查其史前遗迹, 并写了一整本书, 专门讨论该遗址上的先进巨石作品, 题为巴勒贝克·黎巴嫩众神的巨石,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自行查找观看, 在书中, 他谈到了粉红色花钢岩碎片上 数十个奇怪的痕迹和切口, 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指出石头上有许多铁氧化的痕迹,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们很可能是用某种机器切割的, 既然这些石块如此宏伟巨大, 那么我们就来聊聊他们的出处, 巴勒贝克彩石场, 这是个非常令人震惊和颠覆性的地方, 这个石灰岩彩石场位于主寺庙建筑群 大约一英米处, 是巴勒贝克大部分巨石块, 包括巨大三联石的原料产地, 而彩石场居然还拥有未完成的毒石, 这些毒石甚至比三联石更令人着迷, 因为它们更大, 对, 没错就是大, 巴勒贝克彩石场最早, 最著名的发现是伊石运复石, 这个毒石以当地传说命名, 长约68英尺, 高14英尺, 宽14英尺, 重达1200多吨, 这块石头以一个倾斜的角度放置, 其底部仍然连接着彩石场的岩石, 就好像它可以随时被切割下来, 并运输到其预定的位置一样, 它巨大的尺寸, 当然让人们难以相信, 这是远古文明的产物, 就在石块的正下方, 我们再次看到了奇怪条纹痕迹, 许多人认为这些痕迹是机器痕迹, 在瑞士英克拉肯的少女芬公园, 有一个有趣的模型展示了, 需要多少现代起重机才能举起运腹石, 即使我们假设, 这个史前文明拥有与我们今天相同的起重机技术, 但起重机却没有多余的空间置放, 即使举起了石块, 又如何欲数? 最初, 毒石的很大一部分都埋在地下, 在经过长时间的挖掘后, 2014年, 由德国考古研究所, Janeem Abdul-Masif领导的黎巴嫩大石团队, 做出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发现, 在孕妇石旁边, 下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毒石, 重达1650吨, 这块石头被称为遗忘之石, 截至今天, 就是世界上开采过最大的石块, 在这张航拍照片中, 将遗忘之石与孕妇石进行比较, 它们的尺寸差异相当大, 考虑到石块是在十年前发现的, 谁也不知道采石场有波深, 将来还会发现什么, 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的石前巨石, 埋在地下呢, 这些石头, 但现代科学家, 包括工程师和考古学家们, 是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开采, 运输和精确定位, 这些技术已经大大超出了任何已知的古代, 或当代建筑商的能力, 前往巴勒贝克的道路, 试得上坡, 穿越崎岖蜿蜿的地形, 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古代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平坦表面, 即使解决了运输问题, 还有如何提升它们并精确地放置的问题, 即使我们假设古代人可以使用大型滑轮系统, 而这些石头的排列和定位也没有可行的位置, 可以安装这样的装置, 整个采石场的事实证明, 该移植可能在数万年前, 也就是处于洪水前时代, 这也解释了采石场为什么突然被遗弃, 灾难性事件, 无论是地震, 洪水, 还是其他自然灾害, 都可能迫使建造者停止工作, 留下这些未完成的巨大势度, 巴勒贝克采石场不仅仅是巨型毒石的家园, 它还包含洞穴, 一个较小的采石场, 以及一系列被称为见证人的神秘结构, 这些都增加了该地点的复杂性, 这些历史与水平切割的石块不同, 它们垂直战力, 几乎像哨兵一样守卫着采石场, 见证人这个名字, 意味着它们作为标记或指标, 可能表示采石场的某种象征意义, 或特定采石阶段完成的标志, 而这些毒石的墓地也是众收风云, 一些人认为, 它们可能曾经是古代巨石标记系统的一部分, 类似于世界各地历史的原料地, 比如英国的巨石镇或法国卡纳克发现的历史, 一些研究人员提出, 见证人可能代表着某种仪式, 也或者跟天文有关, 比如某些天体的位置啊, 排列啊等等,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古代建造者, 喜欢将天文学特征融入它们的纪念碑中, 这里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地方, 就是一个较小的采石场, 在街对面几乎没有挖掘出来, 在那里发现了另一个巨大的石块, 被称为南石, 南石的尺寸超过了孕妇石, 估计重量为1300吨, 它的上部分很可能在罗马时期还留在外面, 因此可以在其表面看到许多小的切割痕迹, 由于罗马人无法移动使用这个巨大的毒石, 它们只是从它身上切割了一些碎片, 用于它们的建筑, 许多人相信这个采石场还有更多的秘密存在, 截至今天, 它仍然没有被挖掘出来, 不断有垃圾和建筑垃圾被扔在上面, 大家看到这是不是觉得现实已经不再是那么现实了, 这个地方有很多理论, 神话和传说, 古老的传说说, 巴勒贝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 由亚当之子该隐出生133年后, 在拿菲利巨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此项宏伟工程, 拿菲利人又因他们的不义而受到大洪水的惩罚, 去与拿菲利人, 我很早之前已经详细聊过了, 但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主级查看, 无论是通过神话, 推测性历史还是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 围绕巴勒贝克的传说都反映了人类对古代历史和史前文明的好奇心, 感谢收看, 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